国家博物馆长设展厅经过一年的关闭整修之后 今天重新开放 1700件历史文物当中 680多件是第一次展出 当中有许多来自私人捐赠 来看记者肖立伟的报道 象征我国运动员的小金人 奋力向前奔跑 以传递圣火的造型 向我国50年代奥林匹克女性选手致敬 邓贝华是当时第一位女选手 我就想起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 那种憧憬 看起来马上你的血也会腾起来 我希望小孩子看了也会很高兴 在她的心里自动自发 他们也很想去跑 这张黑胶唱片收录了 前进把新加坡原创版本 她是65岁刘景宏 在1959年父亲送给她的礼物 开始是不舍得的 不过后来再想 如果我的儿子们他不要 我如果丢掉就很浪费 不如捐出来跟新加坡的年轻人来分享 荣誉国务资政无作动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黄群才 以及国家博物馆馆长张秀凤 为长设展厅主持了看护典礼 长设展厅由一楼的历史馆和二楼的生活馆组成 并将免费开放给国人参观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